冬奥会 冬奥会 给我们 北京的市民有一种 特别的荣誉感 与自豪 中国真的将到了奥运会 那是说实在的 也就是中国人们的骄傲 我觉得这个是可喜可货的 冬奥会 我想看那个 滑雪还有那个 短道速滑吧 我可能会看高山滑雪 或者说 短道速滑 冬季项目毕竟相较于夏季比赛 就是较为冷的 而且全国也不是所有地方 都适合参与冬季项目 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 就是在自己的国家举办冬奥会 让更多人了解冬季项目 挺担心的 毕竟现在 各国的疫情也是比较的 严重吧 你看都尽可能少出家门 那你说这国际的整个 这个环境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最关心的 然后关注的问题 毕竟这中美关系现在不太好 然后所以 运动员还是要 摒弃一些其他的观点 比赛就是比赛 然后赛助风格就是 我觉得 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宣传 或者有的是不可思议的 没有 本来这个中国在世间 在这个疫情上真的做得也非常好 贡献挺大的 毕竟是国际赛事更因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而且最重要的是赛出自己的体育精神 并不是以政治 就是政治为目的 参加各种赛事 中国也是东道主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也是 说心里话 中国对全人做了很多的好事和贡献 08年北京奥运会 然后咱们正规运动员也是取得了 一些不错的成绩 获得了许多的金牌 然后今年咱们国家举行冬奥会 然后我也希望咱们国家的 就是赛出风格 然后就期待获得更多的冠军 然后也是别受伤的 清联罗 南北京奥运会